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科学家研制出,可令人类大脑深层力量释放的工具 PowerGlove,警队各部门分别挑选了百名精英作为测试者 在云云的测试者中,只有Dark风雷和战念一三人 才能成功承受及控制PowerGlove所释放出的大脑深层力量 测试后的当晚,野心勃勃的战念一竟偷去其中一套PowerGlove 因触动保安系统将在场的科学家一一杀光 而风雷首先赶制,眼见战念一带着PowerGlove逃走 不但没有阻止,反而心里有所犹豫 Dark等众人随后赶到,并误认为风雷与战念一合谋偷窃PowerGlove Dark立刻载入PowerGlove对付他们 经三方连场混战之后,Dark预向他们做最后一击 更将风雷打倒Dark以筋疲力尽 只见一阵沙尘过后,战念一和风雷同时消失无踪 其后战念一成为帮派赤龙军的首领 他带领已被洗脑的风雷重返香港 计划以PowerGlove集毒器,展开他侵吞世界的庞大计划 警方获悉此消息后,本欲采取措施可是苦无机会 以成为总督察的Dark感到头痛不已 山之光与Jazz二人自幼习武,喜欢出枪扶弱 更在擂台上结识了富有正义感的铁浪 某夜众人前往低势高玩乐为了营救少女Erica 与赤龙军徒结怨赤龙军教主派出风雷往拳馆滋事 风雷将瑞杀死且将阿飘掳走 Dark称此机会找山之光相助 更告知风雷乃是其失踪了念多年的生父 为了营救阿飘山之光决定潜入赤龙军基地 却被战念一发觉更命令风雷向山之光出手 山之光知道面前之人乃是自己父亲 痛苦之急也不敢还手 由于Dark知道自己实现将至即再没有能力与战念一决战 故将重任托付于铁浪 战念一致计划被山之光及铁浪二人破坏 决定将毒气立刻释放毁灭世界 山之光与铁浪奋力与其周旋 要阻止他的阴谋 好了今天小谷为大家分享的电影解说 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谷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